在今天的视频里老铁会跟大家分享 就是老铁又对抗喷纸了 喷纸就一直在那边 抱了没 好想抱你 我赚钱了 然后蛮多机会的 这个周末有讲到的几个那些AAVE Solana也是完成了一个蝙蝠 113的 然后DYDX也是回到一个很好的价格 所以真的很多很多机会 所以你要赚钱的 记得锁定今天老铁的视频 我们别浪费时间 我们请看VCR 叮叮 挖啦 欢迎回到老铁频道 星期天了 你们是不是感觉好像很久没有看到我了 其实我才不见了一天而已 一天而已 昨天早上去打篮球了 前天喝醉酒 所以昨天没有视频 然后我发现我真的老了 打一天的球全身腰酸背痛 娘的 然后怎么射那个球怎么射都进不了 给小弟弟欺负 真可怜 决定了 我要宣布我的退休了 然后就认真打那个秒 就认真做教育就好了 今天就讲这十个 然后周末一大堆喷子说 拉攀了 你这个垃圾蝙蝠什么 死了没 损了没 死了没 真的是没有生命的 每天 每一个礼拜有七天 他们就花七天直接来找我的错误 那其他六天赚钱他们又不跟 所以他们这些喷子还是很穷 如果他们跟着我六天赚钱 不要一直来喷我的话 可能他们已经发财了 也不用做喷子了 所以喷子我告诉你们 用头脑 你要不要过更好的生活 跟着老铁做蛋 很少错的 OK 七天里面 我给你错 我两天错吧 五天我是对的 你跟着我是赚钱的 懂了没有白痴 以太坊周末拉了一点 拉到我这个无敌通道的上方了 OK 昨天我推的也是 昨天虽然没有视频 但我在提醒大家 有这个无敌通道 有人问为什么我画不到这个通道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跟老铁学习做交易 OK 来老铁的课程 我教你怎么画无敌趋势线 这个谁都会学的 你有一点点智商 你都会的对不对 除非你没有智商 或者你的智商是负数的 所以这个通道就是从4月份 4小时的比特币图 你就拉一条线 就这样 每次下来反弹 空 下来反弹空 下来反弹空 下来反弹 下来反弹 应该是空吧 如果你这些喷子 你要跟我做反过来的话 你们就一直抓突破 你们来到这边就讲次突破 来到这边讲次突破 来到这边讲次突破 你们会错一二三次 现在第四次可能给你成功 但你会错三次赢一次 有意义吗 每次整个趋势下跌 你们就跟着趋势走 每天不过什么反弹反弹 每天拉一点点盘就讲 要反弹 要拉盘 要绿色蜡烛 什么大阳线 有什么必要呢 我不懂你们在想什么 跟着趋势走 欧市会下跌的 只要美联储继续的升息 听懂了没有 什么时候这个趋势会改变 等美联储 开始用印钞票 用什么借口印钞票 我不知道 但你们就跟着这个思路走 很难走错路的 ok 我很啰嗦 我也是觉得我很烦 ok 前几期那个姚明那一期 第一期的姚明 我有讲到了 最多余的 所以我给他拉到21600 我就射了警报了 然后周末还有想起来了 所以想起来之后 我就做我的该做的事 在Twitter跟大家分享 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主力了 希望这个就是主力了 希望这个就是顶了 ok 我也不懂这个礼拜会怎样 下一个变盘日 21号 罗教授说的 所以希望那个变盘日到达 可能会有一些波动 但我手上还是有三个空单 等下跟你们讲我空什么 还是看空安全 多多多 多你个鬼 多你死一百次 你都混飞破山了 你还来做教育干嘛 真的 以太坊就比较厉害一点 你看我这些通道都有意义的 我跟你讲 这个通道怎么化的 那天我姚明那一期 我讲到以太坊真的拉盘的话 我觉得应该可以拉到1350左右 就差不多这里 为什么我找到1350 没有1380 我说 因为就是通道的上方 没有什么特别的 ok 这样的4月份的通道画一画线 这个就顶了 然后这里就很像在出货了 看到吗 这笔是姚明的报增量 买货 姚明的报增量出货 我觉得这周看爹安全 看不想看爹去看娘 以太坊应该是顶了 今天再表演一下 再上来是来接你的 接财生 你就是财生 没有喷只是财生 你们是赚财生的钱的 所以就这样看 我觉得以太坊 这边是上方了 看爹 有没有形态 不知道看一下 什么鬼都没有 一试要试 什么都没有 纯粹是一个通道 上方高空的一个机会 AAV我空拿很久了 我那天跟他们讲 我的空就是孩子拿着 91块多空的 现在88块10了 然后反转去很硬很硬很硬 几天了 14号到现在 4天了 一只不破 一只不破又怎样 代表你要撤也不是 考验你的耐心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问题的是你 你持仓不了是你的问题 OK 雙顶 暴增量 出货 下 回踩 我觉得是跌的 看一个AD3868 调整回到趋势线 我觉得应该不难的 AAV继续坚持 全部的利润是少数赚多数的钱 然后是有耐心赚那些没有耐心的人的钱 OK 我周六喝酒的时候被损了一单 又怎样 等下跟你们讲我损了哪一单 我损了我又回来 我有策略的 我有思路的 你们有吗 DYDX有一个喷子也是讲 你这个什么烂蝙蝠拉盘了 拉盘你是不是追多了 你追多你现在打脸了 懂不懂 白痴了真的 我的蝙蝠现在这么厉害 不要跟我学习 你看一撤 一探 二探 三探 暴增量 也没有暴增量 反正就是在这边 我218空了 我给你看我的胆子 娘的 讨厌你们这种人的 真的 只要我错一旦在那边 你这个烂蝙蝠 你这个没有用 你这个策略是白痴 你才是白痴 你来上我的课程吧 学习一下你的经验吧 爽了 今天又可以喷喷子了 我的DYDS218空了 现在201了 爽 有陪我一起爽到的 记得帮我点赞留言分享 我的DOT 之前6块8毛我空了 6块8这边附近我空了 他下来我没有止盈 他上去的时候我的止损是在7块钱 7块零五分 7块零五分这里我被打了 没事 小形态失败是因为他要去完成大形态 我就重新再画 有一个大的蝙蝠 这个B点没有很准确 但差不多还是能够接受的 去到886 886这里 我在7块一毛多我又空了 死了一次没事 有形态 再来打一盘 不要纯粹是为了报仇而去下单 而是你看到你的小形态失败 有一个大形态完成 再去赌一把OK的 还是用严格的封控去做 盈亏比计算一下划算你去try OK 所以现在我又开始赚钱了 来鼓掌 喷指死了 喷指死了 不懂什么要玩了 反正等 AD 38618目标价 记得部分止盈就对了 昨天错过了 周末错过了 今天就不要乱追了好不好 机会永远在 只怕你不在 懂吗 蛮多我的学员 还有一些观众都玩AR死了 我没有玩了 我lucky了 可是我输一个dog 我也是死了一个 你死了一个公平了 没事的 还有很多机会给你报仇的 OK 这个到底最终走了什么鬼 他是0.5的B 这个是C 上去886失败走113 113蝙蝠 现在这个应该是接近顶了 应该很难再突破了 如果全部的其他的币都跌的话 这个AR差不多了 113蝙蝠 形态 普通蝙蝠失败有113蝙蝠 113蝙蝠失败有螃蟹 OK 头脑要有一个思路 要有一个策略了 不要错了在那边 你错一单 你这个策略垃圾 没有用的大便了 你再埋怨 再埋怨多一点 机会出现的时候 你都不敢下单 AR看脑它跌 最近ETC表演 我们来看一下 ETC他就没有玩了 表演到很夸张 也不懂什么事 不懂基本面是什么新闻 你们有去跟随吗 我也不知道 OK ETC可能还没有拉完 它这一波突破了B点 OK 所以现在这一波上来 要完成蝙蝠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拉盘就拉盘 有关你屁事 你有机会进场 你赚钱才是关你的事 懂吗 ETC我看好 再拉多一点点 我也不懂是什么鬼新闻 反正这个垃圾 每次拉盘上去 完成形态 就会给人家送去ICU 所以关注一下 22块左右的ETC 看要不要去空 OK Solana 我今天骂很多人了 一定就流量会起来的 每次不骂人没有流量 一骂人就有流量 很爽 Solana也是886的蝙蝠失败 那天我讲过的 刚好我没有选这个 可是他上去 上去完成113 跟AR很像的 OK 所以113也是超级的重要的 886 113都很重要 OK 开始跌了 所以现在也不要注意了 如果他有真的二探 再回到这个区域 你再考虑吧 不然那个盈亏比没有很好 等下你亏情你来喷我 Solana就这样了 你要追你去追 反正盈亏比不好 你自己的交易 自己负责任就对了 教育很简单 AVAX 不要superboo 你们天天跟我superboo 拉盘人牛回来 回个鬼 拉一点点让你兴奋一下 然后把你直接砍掉 割你这个韭菜 你这个大韭菜 AVX来到一个关键阻力了 我觉得这里应该就是抛售区了 应该很难突破了 OK 这里有没有形态 没有看到 反正就是出货区 你看RSI到达超买了 这边有一个爆震量出货的 我觉得全部今天都是出货的 所以偏空比偏多 好 不同的想法 你们要做多我也祝你好 因为我们还是朋友 OK 好爽 今天喷子 喷到我很激动 等很久了 我等了两天了 终于可以喷回来了 AVX看他下来 应该回到18块度 应该不难的 OK 最后一个Sand 不错 Sand就是来到了一个无地趋势线 今天好像有粉丝留言 说有无地趋势线 所以我今天就准备去看 OK 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我教你们的东西 这边有蝙蝠 然后这边回踩一个无地趋势线 看跌吧 然后这一波Sand 我觉得可能会走一个 大的心态 OK 走一个八八八八八八六 左右吧 在这边 回到八毛钱 应该不 understand 只是说他会直接跌 或者在那边耗你的耐心 再回踩这个线再跌 我也不知道 反正偏空 偏高空为主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错的策略 好了我就说到这了 祝你们大家好运 恭喜发财万事如意 我们明天再聊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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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